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6月30日 已經是星期五了 今天要跟大家 講講這節加班的 就是洪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 台灣巨富 他 消息傳出 有意拼購民進黨 和柯文哲 用到拼購了 當然我們這一節 就要用經濟的角度 以收購合併的方式 來講解這件事 柯文哲就說 驚呼 大家一聽到就嚇倒了 嚇倒的意思是否被他的 很大日價的offer被嚇倒呢 究竟他的出價是多少呢 這節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還有這隻股份叫做甚麼名字 股份的前景如何 接下來是哪裏上市等等 會跟大家一一的講解 這隻 被拼購的股份叫做民眾黨 這個黨的主席叫做柯文哲 一個 財團如何收購一個黨呢 台灣傳媒獨家報導 紅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和立法院長黃金平在端午時會悟 郭台銘說 對郭柯配很有信心 甚至覺得 如果我將他拼購民眾黨 這樣 我就一定可以做硬台灣總統 柯文哲 接受訪問的時候 驚呼 天啊 這是一個大家都嚇倒的消息呀 並強調 政治和商場是不同的 郭台銘要先找數 因為他承諾了要支持校友誼 現在反口是不是 你反口你還打算拼購我 你出了什麼offer 柯文哲出席了一個本土遊戲公會主辦的活動 接受訪問 這個本土遊戲公司 是不是 好像黑金裏 周朝鮮的電玩工會 不知道 他就說 政治和商場 不是很一樣 政治肯然有西族一變 但是也是理想一變 如果政黨 以這個拼購的形式 去做 大家會嚇倒了 商場上 有很多拼購 收購合併 或者重組等等 各種手段 但是政治上還要加上理想 他沒有否定 他說 有理想這回事 也就是說 如果收購合併再加上理想 是不是可以相得益彰呢 我回答大家 是的 現在台灣的民調 柯文哲 已經是超越了侯友誼很多 侯友誼已經跌到沒有得選 17.5%支持度 基本上他是輸了 現在第一仍然是賴清德 第二是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最近很努力 他搶藍營的票 他甚至乎提出要 重新 啟動這個服務 當年服務就是國民黨強推之下 爆發了太陽花學運 很多人都出來反對 而他 目的 說出來目的當然是 第一 引人來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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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他 每天都見報 起碼增加曝光率 第二 就是想吸一些深藍的票 好了 當然啦 這個是選舉操作 我們看到 郭台銘去找黃金平 從來都是國民黨裏面 一支比較獨特的派系 一直都跟主流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 郭台銘找得他 估計都是一波政治操作 或者想找 一個比較 像樣的人 去做他後面的軍師 因為郭台銘 生意佬嘛 生意佬用生意的角度 歐文哲 你多少錢 我現在買起你 我現在收購你 我全面收購 你收購多少啊 100% 100% 你知不知道我的控股股東是誰啊 你買得起嗎 好了 這單deal 究竟如何進行呢 這間公司到時會有甚麼前景呢 在哪裏上市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間公司 接下來 就會成為一間新公司 會在香港和上海上市 AH股並行的方式一起上市 是嗎 PE多少呢 不知道 因為 不可想像 市值多少呢 集資額多少呢 集資額不得了 可能 是10萬億 可能是20萬億 大家想想 整個台灣啊 這間公司的名字 不是民眾黨了 民眾黨只是收購一間鶴 將來這間公司 經過IPO正式在全世界招股 這間公司的名字叫 台灣特別行政區 當他收購合併成功 他就會成為台灣特別行政區 的控股股東 即是台灣總統 當然啦 背後當然是有中共的強大勢力支持的 對不對 以AH股 形式 兩地一起上市的形式 當然啦 背後認股的當然是中共啦 還有 補賤人是誰 補賤人是誰 可以是中信證券 可以是 招銀國際 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 全部聯合保陷人 總之六大國有銀行 加上幾個大的證券行 聯合保陷人 可以嗎 哪個保陷人都沒有問題 最重要 股份 都可以給台灣人 認購 會不會在台灣上市 台灣沒有需要上市 台灣被人收購 有錢人 用一個拼購的形式去做 實際上 當然啦 柯文哲當然是不開心啦 你說到這樣 就會告訴別人我很貪錢 我答應你 誰都說我貪錢 我不答應你 我也很笨 錢呢 當然啦 他說 除了錢之外 還有理想的 問題就是 理想多錢一斤 到底理想多錢一斤呢 要看看柯文哲開甚麼價 因為 現在 郭台銘想做總統 他要柯文哲做他的副手 但是現在民調 柯文哲已經是 快跑出來了 他有甚麼理由做你副手 屈居你之下 除非 你給一個條件很吸引 是不是 你要我十世人 我家人 打閉腳也不用休的 除非 我有個 股份 有一家大公司的股份 這家公司 就是台灣特別行政區 是不是 你做這個主席 我也要做副主席 我也要做執行董事 你不懂政治的 你就做台面那個 我就做行政 我就做實際做事那個 是不是 會不會這樣呢 我覺得 柯文哲 不是沒得賣的 只是他賣的價碼要高一點 現在答應你 我不是很便宜 是不是 當然啦 最近 我們會看到很多操作 國民黨 基本上這場選戰 他是輸了 究竟會不會換人呢 他最近出來斬釘截鐵 不會換人 因為 之前曾經試過一次 就是臨時換人 因為那次推了洪秀署出來 但是洪秀署是那枝死定的 你們的黨是傻子的 推洪秀署出來選就一定輸了 結果呢 之前的民調跌得太厲害 他們被迫著換人 換誰呢 朱立倫 朱立倫當時不想的 他當時是新北市長 強硬要他辭職 強硬要他來選 他也覺得很冤枉 因為 這一屆是輸了 沒有得跟你選的 如果當時他不是為了這個黨犧牲的話 他起碼 在韓國瑜那一屆 他有機會代表國民黨再戰 那時候 當然也取決了香港 韓國瑜本來也贏了 也是因為香港2019年爆發了這個時代革命 令到台灣人知道我們不可以投對價了 投對價 台灣就變成香港了 其實我告訴你 他這麼久就得不到你 得到你 他一定要進行一個很瘋狂的報復 你看香港人 香港人對大陸恩重如山 全中國 最大的GDP 最高經濟的地方叫做廣東 因為廣東頂殺其他地方 但是 他竟然要掐死香港 香港就是令到廣東發達的地方 他要掐死香港 忘恩負義 恩將仇報 台灣人搞了那麼久都沒有追求你 得到你 還不打你 好像金平梅 你就是潘金蓮 西門慶在娶你之前當然是甜而物語 娶到你 他的邊 就一下下打到你 不會連香息辱 但是 現在 阿文哲就很想做一個潘金蓮 越是難溝 越是珍貴的嘛 我管你是誰 西門大官人也好 誰大官人也好 誰出到公教我就給誰了 這次郭台銘 當然阿文哲叫他抓數就是 你當時答應了國民黨 如果 初選國民黨是派侯友誼的 你就要無條件支持侯友誼 現在你說這些話 不是很痛啊 當然啦 是不是黃金平爆他口呢 我覺得也是 大家閉門會議 無端端爆出來 當然是黃金平爆的啦 當然黃金平也不會放過這個 可以分化國民黨的機會 他也是 根本就是想搶國民黨的票 如果 郭台銘真的可以配到 柯文哲的話 他的機會也不小的 我不敢說贏僱大不小的 他一定不會做副手的了 他不會做這個 柯文哲的副手 他一定要做坐正 柯文哲身不是一個黨的主席 有甚麼理由讓你坐在我上面 有甚麼理由讓我坐在我上面 是不是 你以為梁山樸 白衣壽是黃倫 也容不下這班 潮概這班人啦 武衆也容不下 除非你發動政變而已 否則我會養位給你 當然不會啦 想想想 這單拼購 這單IPO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市值 比沙特亞美大很多 你想想一個台灣 只有一台台積電也比沙特亞美大 整個台灣 是不是 二千多萬人口 再加上那麼多 那麼多資產公司 那麼多的 芯片公司 那麼多的 金融 證券 銀行 一個台灣 幾十萬億美金 什麼都值得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跟大家說說 現在 這單這麼大的IPO 郭台銘 上一個人吞 我問折開價多少 還價有沒有counteroffer 我們就在看 接下來 會有甚麼進一步的變化 作為大家報導這件事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的朋友訂閱Patre 謝謝 拜拜